订阅关闪YouTube 及时文法智慧对开 以下是彰化道场弟子的问题 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 常会想到物品有一天会用到 而越囤积越多 平常很少用也舍不得丢掉或送人 学佛修行要断除执着 在难以对物品有断舍离的状态 要如何能够有察觉并且调整对质呢 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这个要根本上做起了 根本上是什么呢 你的心态根本要正确 我们人想要的太多 需要的其实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就是当你发现 你不需要的东西越堆越多 柜子里啦床头啦床下塞得满满的 都是暂时用不到的 你应该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有些人他买不起需要 你应该送给他 或者现在 有人就是在网路上说我有什么 这个 比如说一个床垫呢 二手的 你只用了三个月 多出来有没有人要 他马上人者就跟你要走了 是不是 你多修这些布施 送给需要的人去用 不然你要多一个床垫放在家里 舍不得给人 说我们才用了几个月放在那里 又招徽又蜘蛛啊 结果那个床垫啊 坏掉 弹簧生锈还弹出来 最后你再去丢掉 还扭到腰 这个多划不来啊 你看那个流浪汉 拾荒的老人 或者是 就是他个性有一点奇怪的 独居的人 或者就是精神有一点问题的 独居的人 你看他住的地方 是不是塞满满 对不对 哇 给你堆的 堆到那个门口啊 院子都是东西 一塌糊涂 住在他旁边呢 实在没办法 有的地区还无法可管 是不是 没有相关的法令可以约束 让他堆了 堆的那个空气啦 怪味道 你住他隔壁后 整条巷子都闻得到 常常啊 蛇虫属蚁一大堆 你看他为什么要堆那么多东西 他到心里有问题 他觉得他都需要 现在用不到 但是我放着 我存着 我将来需要 真的需要的很少 我们真的需要 你要静下来思考 我们真的需要 以人而言 真的需要什么 健康 对不对 人需要健康 我们可以为了健康 而调整很多事情 那更具意而言 人健康 这个生命要有意义 要具意 要修行 要有一个觉醒的人生 要往这些去调整 其他 你的键次去推敲 再探讨 有些根本不需要 你看这家里有的人 人家才三个人 结果四台摩托车 那其中一个人 是不是一次要骑两台 不就表演特技了 是不是 你就好好去处理这些事 把家里或者你的居住环境 弄得合情合理 清清爽爽的 所以衣报 随着正报转 这些你家里的这些环境 资具 物品 那是你的衣报 你本身是你的正报 你正报有修持 调整 打理得很好 你衣报也要合情合理 所以为什么 常常共修的时候 我们讲我们同修 一起住 清修的 持戒的 想精进地一起住 或者僧团一起住 他的内物有问题 他的鞋子乱放 袜子不洗 衣服挂在那边 超过好几天不收 自己私人用品 放在公共空间 这样放着 就不处理 那个都要立刻护持他 都要提醒他 为什么 不可以这样子 修行人 不可以这样子 非理作义 这样子就显示 你的心都不修的 不修整的 拉里拉搭的 不负责任的 自私自利的 懈怠放逸的 这个像 就是显现这些 你一个有在整理 自己内心 有在约束自己的 身与异的人 他哪里会袜子 吊在那边一个礼拜 外套 现在都已经 夏天都已经七月 冬天外套还 这样在阳台 那哪里会这样 是不是 那个鞋子 已经摆了 自己也没穿 但是也没处理 那个老鼠都在那里搭窝 你觉得合理吗 消不消福 消福尤其是吃的东西 自己的一些小用品 小药品 小食品 吃不到用不到 要过期之前 赶快请人 拜托人帮忙 你需要帮我用掉 不要让我消福 放到坏丢掉 那要折损自己的福报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些也反映我们的内心 你看 你的内心 如果是井井有条 就是 很多事情 都安置在它 正确的本位上 你的环境也是如此 这环境 也内心的投射 点选右下角 订阅关一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